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本上是一个爱情故事 因为在以往的动作片或者是武杀片里面 很少人会放太多的感情在一个动作片里面 因为以前的动作片就是希望节奏快乐、娱乐性强、注重的是武功 那么怕太多感情的话,观众会觉得闷或者是悲愤的骂 所以我们除了小数、有经典的武杀片当然不一样 像胡锦春导演的、像近期的李安也是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这个戏除了是一个爱情故事之外 都是尽量有一个非常光明的、非常好的现实在里面 那么打斗的瞬息也是根据剧情、根据一份情感来瞬息的打斗 所以也跟现代人的感情很接近 所以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好像张言说,这就是一个动作与幻璃节的这个动作与幻璃节目 我认为了有一个大 Unterschied 我真的需要说到一个大秘密的地方 我认为了很多人的样子 在这部电视 我觉得是一个人的样子 我们常常说的有什么都会有改变的时间 但是它仍然不断,但是它仍然不断, 但是它仍然不断,但是它仍然不断, 所以我爱它仍然不断, 所以我希望你喜欢它。 如果你看到之前的马上映的电视剧, 从30或40年以后, 所有这些工夫的师傅 you know they they seems like they only are practice real skill all the time and they don't have time to live a life and that's why that's what inspired me to write a movie about that even though you are a martial art master like you still need a job because uh 如果你想出場比賽,你女婦會告訴你,今天我們沒有錢,所以你還要負責責責。 這就是我所說,我加了很多細節,很多細節,我加了很多細節,我加了很多細節。 其實當我們決定用女性來做角色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什麼東西是女性她會最在意的 剛才我又講就是說其實我覺得人性從現在 30年前、300年前、3000年前甚至到有人自以來 我覺得這些Human Nature Human Basic Instincts我覺得它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說我們都還是需要愛、需要被獲得信任 可能需要有一個家什麼的 於是當我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我們有一個女性角色的時候 我就決定把就是說她想要的東西 我想把它放在就是說她想要的愛情這個方面上面 那江湖其實江湖對我來說就是說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江湖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然後他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記憶 對我來講他們都是藝術家 他們追求的東西可能都是精神層面的 譬如說想要成為武林盟主 譬如說想要練成一種爵士武功 然後他們這些彼此之間發生的事情就是江湖 我希望我的電影裡面有呈現出這一點 謝謝你 當我發現了,我發現了 我發現了,我發現了 我發現了,我發現了 我發現了很多好演員 來幫我工作 因為每一位的演員 可以演出 可以演出 演出的演員 所以在那一刻 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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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了 按照片 按照片 那些拍攝 要讓他們 我們挑選 來成為 演員 他 決定 詞主題 Were你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